hello大家好 我是居小舟 开场的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你们吃过最贵的盒饭多少钱 我一直都觉得盒饭是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 和高档奢侈是完全不沾边的 上一期视频答应大家如果点赞超过10万 我们就去全美国最贵的超市开饭 今天他来了 你们肯定要问了 这美国最贵的超市是哪一家 该不会是whole food 这么容易让你们猜到 那我这帅小伙的身份 岂不是白拿 我们进来的这家超市叫做Animal 全美国只有6家 而且清一色是开占美国的富人区 据说这里面一个盒饭就得卖二三十美金 这不得海生鲍鱼都得安排上 还是说这有钱人真的是钱多了 没有地方还 这一次咱们国内卖的特别贵 一云矿泉水2块9毛9一瓶 但是这个矿泉水在这儿 竟然只是平价的矿泉水 你看这上面呢 这么小一瓶 4块1毛9 哇靠 1987毛9的牛奶我的天哪 这比外面的牛奶贵了5倍 这款呢是他们的熟食区 仔细看这边熟食 摆得整整齐齐的 这和我们在沃尔马看的熟食完全不一样 是 他给它加了 和黄鲜 哦 嗯 我们再买一个披萨 6块5一个slide 这个呢在外面卖 只要卖两块钱 它是外面的披萨店的三倍 正式开吃之前呢 啾啾又要来这里挖坑了 你这是连续挖坑吗 我这不都填上了 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超过12万 那么下一期呢 啾啾带你去美国的山姆会员超市干饭 看看是什么体验 我们买了两个盒饭 摄像师的盒饭 我的盒饭 他们这儿的盒饭是按照重量算的 鸡肉盒饭24 鱼肉盒饭20块8毛8 一片披萨 一厅饮料 一小罐牛奶 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74块1毛8 盒饭呢我们刚刚去沃尔玛吃过 最便宜的盒饭4块4毛7 摄像师的这份24 我的这份呢20块8毛8 我的小心脏太贵了 这个是摄像师点的鸡肉盒饭 主食呢是macronin cheese 旁边配的一个青菜 肉是烤鸡肉 我点的这份呢是黄米饭 三文鱼烤的西兰花 超酸 这跟喝醋有什么区别 哎我跟你讲我今天呢 特别nice的 给你一个单独拿了一双叉子 是不是上回有人说我在沃尔玛给你拿叉子 真的 我是那种会亏待摄像师的人吗 然后我先尝尝你这个 刀吉版的macronin cheese有什么不一样 沃尔玛的macronin cheese黄色的 咱这家的你看用的是白色的芝士 尝一口这金钱的味道 也没有吃出来和普通的macronin cheese有什么区别 感觉吃的少了再尝一口 好吧是我福建了 我没有吃出来的味道 那你尝一口吧 不能说一点区别都没有吧 可以说是毫无区别 哎呦这个白菜倒是真的是胜得我中华料理的精髓 你看看摄像师的白菜好不好吃 还不错嘞 那家白菜长了很多芝麻在上面 你咬进去之后能吃到一点淡淡的芝麻味 再尝一尝摄像师的鸡肉 尝你一块吧 好吧 还有这么多 其他这里我给你 鸡肉整体是比较入味的 但是讲句实话 我觉得他选的这个鸡胸肉实在太干了 你看一点都不juicy 我觉得你这个鸡胸肉真的选的很失败 不怎么好吃 我觉得我今天点的这个鸡肯定比你的鸡肉好吃 给你先尝一口 我今天太阳湖气变出来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万一不好吃呢 就不麻烦你了 我先帮你尝一口 超级一般的鸡 就上面好像没有撒盐一样 我觉得他们目的可能是出于那种健康的考虑 就少盐少油 这里面的质地真的是非常的柴啊 这肉还是不麻烦的 就这两个盒半的质量和它的价钱上 你们觉得今天我们买的这个盒半算不算是交了智商罪 说实话今天点的这个盒半里面的肉都让人有点小小的失望 但是蔬菜的部分确实做的还不错 那视频介绍伙伴你们最爱吃的蔬菜是什么 把你的答案写在公屏上 好 最后再来尝一尝他们家的披萨 披萨配牛奶 上面写的是 就是吃炒的 然后放木的一个 就相当于走地鸡吧 所以这就是走地牛 美国的超市里面 一罐普通的牛奶 只要卖3到5块钱 贵一点的可能最多也就67块钱 他们讲这半家轮 它的价钱的11块钱 比一般的超市至少贵了3倍 平时在超市里买的那种牛奶 那种牛奶的奶味会很重 很多人会觉得那个奶腥味很重 这个牛奶很清淡很清淡的奶味 是不是那种赤草长大牛 所以那牛奶就没有味的 诶 你一瓣我一瓣 公不公平我就问你 这个 他们的料比较多 你是不是有点心虚 这个披萨还不错哦 你的料非常的多 我们点这个叫BBQ Chicken 是那种薄底的披萨 虽然说卖的稍微有点点贵吧 但是口味上来说 这个披萨非常的够吧 好吃吗 都冷掉了 我不好吃 说实话我们今天来之前 我以为这家全美国最贵的超市里面 卖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些山珍海味 但是来之后发现里面都是 也不过都是一些稀疏平常的食材 但是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呢 我觉得可能和它的经营理念 它的品牌 还有它对健康的一些理解 那到底值不值得为你的健康 花这么多钱去买单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面内容 我是九小周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一定要给我们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 你有没有办法 那今天的这个和饭 和我们在乌尔玛点的和饭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乌尔玛的和饭里面 一点蔬菜都没有 这种贵的和饭里面 反倒是蔬菜的选择特别多 可能有钱人的世界就这么古实无皇的